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种地瓜叶的经验 这个地瓜叶现在是我们餐桌上一道阴阳又美味的蔬菜 我们种地瓜叶的经验 这个方法已经用了三四年了 这个经验非常的成功 我们每年种地瓜叶的成功率都达到90%以上 那下面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样种地瓜叶 种地瓜叶就是要先从Farm Market或者是市场商店里买一包地瓜叶回来 在买地瓜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挑选这种老的地瓜叶 你摁上去以后都硬邦邦的 如果那个地瓜叶太论这个不好 太论的话你要是发芽的话它发不出来 所以说在挑选地瓜叶的时候呢 一定要挑选找那个老的调买 那买回来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大的叶子把它掰掉 你看这个地瓜叶呢就是非常老了 都老老的你要摸上去都硬硬的像树根一样 就是这样子最好 那我们把这些地瓜叶呢就是外边的这个老的地瓜叶把它崩掉 你看里边呢它有一些发出来的小的地瓜叶 看见了吧 你把外边的老的地瓜叶去掉 就只留着里边最论论的那个小的地瓜叶就好了 这样呢就是说你挑一些这种很老的这个地瓜叶把它都这样子弄一弄 按照刚才的这个方法呢 我们把所有的地瓜叶呢都就是说老的地瓜叶摘掉 然后呢留下这个杆和新的那个小润润的小地瓜叶 这样呢我们再把这些摘好了的地瓜呢 地瓜梗把它放到水里 那放到水里以后呢 就像弄一个大绷子 然后把这个放上水清水 然后呢把地瓜摘好的地瓜这个放到这里边来 放到这里边这个盛的清水的瓶子里边呢 把它泡起来 这样呢泡它个三四天 如果说天气不是特别热的时候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天气特别热三四天左右 它就开始发根了 等着那个根发的比较大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摘到地里边 这个水呢要应该经常就是每天呢 把它换一下换换水 然后就是说把现在的水倒掉 然后再重新换一下 然后呢把这些地瓜蜡继续泡到里边 一直直到这个泡到这个生根为止 这是我种的 我泡的那个地瓜梗 然后呢已经过了两三天了 然后它已经开始发根 生根了 看见了吧 就是我每天都给它换水 然后呢它那个地方就已经开始生根了 我们泡的这些地瓜羊苗呢 就是说都已经开始都已经生根了 你看了吧 已经都根须都比较大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摘到地里 其实呢就是说 你可以等到这个地瓜羊呢 都生了根然后再埋 也可以呢直接就埋到地里 你看我这些这几棵 就是和它们一块的 我弄完以后 直接这几棵都擦到地里 现在它们也都已经成活了 你看都已经活了 这几棵都已经反过来了 那这几棵呢就是说 就是两种办法 一个是直接擦在地里 对直接擦地里就可以 有的再一种办法 就是泡出根以后再擦 其实怎么样都能活了 这块地都是已经 肥料都已经上好的 上去就说埋个坑 然后呢直接就摘里边就行了 其实我们摘地瓜呢 摘这个地瓜不是为了吃地瓜 是为了吃地瓜叶 你要真正为了吃地瓜的话 你要弄一个地瓜笼 然后就是把那个土都这样 高起来 然后地瓜往里边 好给地瓜有空间长 而且你摘的过程当中的地瓜蜜 要经常的翻 就是说不要让地瓜蜜和叶子 把营养都吃掉了 然后要让那个地瓜吃 咱们现在主要是为了吃地瓜蜜 所以说 咱们不是 副产品是吃地瓜 玩地瓜叶 然后你拔了地瓜鸟 蜜以后呢 它还是可以这个 有长一点地瓜的 还可以收获一点地瓜吃 不过这个地瓜是 有的地瓜呢 它就是要吃地瓜的 那个叶就长得不是太旺 比如说 Japanese的那种 我们也试过 Japanese的那种地瓜好吃 但是那个叶就不旺 所以说呢 depend on你想吃什么 如果要是吃叶的话 就是那种白芯的地瓜 像这个就是属于白芯的地瓜 那么它们主要是掌握叶 叶长得很旺 但是地瓜呢 接的不是太大 我摘到这里以后 因为 前一段时间 我们有一个视频 一栽小幼苗 一栽的这一片小青苍 你看看都已经长得旺旺的了 可以吃了 真是可以吃了 你看这个都长白芯了 像小白菜芯一样 然后剩下的 其实都不需要摘太多 我在太多里吃个碗 地瓜叶 因为地瓜叶 为什么我说不需要摘 其实这些都已经足够了 因为这个地瓜叶长一长 然后它就非常旺 非常旺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枝子这样 放到地下 然后用土压起来 压起来 压起来 它就又长根 所以说你这一枝子都能分出很多 好多颗 对 好多颗 所以说 其实这几颗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你已经有了 就把它都埋下吧 主要是吃叶了 对 吃叶 因为这个 特别是这个 这个蒜草 这个 蒜蓉 蒜蓉草 地瓜叶 非常好吃 不是说一斤地瓜叶 可以顶什么多少斤 多少斤人参 还有的说是 地瓜叶比人参还好 那咱自己种人参 很容易 你如果说 没有地 你也可以 把它摘在一个大花盆里边 放到阳台上 然后吃地瓜叶 对 可以吃地瓜叶人参 我看有人还 还把它放在花盆 吊盆吊起来 对 既好看又好吃 在家里就是像吊蓝一样 太多了 其实根本都不用摘这么多 你看 你买的时候 主要是把根埋在底里边 就可以了 是 很容易活 这几颗 就是我刚刚瘦的这几颗 就是说没有生根 直接就是 埋在地里 埋在地里 它们都成活了 所以说它们成活率很高 而且呢 就是死一颗两颗的也没事 剩下的 你到时候活了以后 它们就爬得到处都是 然后那个 只要那个枝子贴到地下 都可以再生根 所以说这一大片就很快被它们都占满了 所以就足够你吃的了 希望大家也都能吃自己种的地瓜叶 这个很容易 上菜市场或者是农贸市场去挑硬硬的地瓜梗 地瓜叶回来 然后把它们拆吧拆吧 然后摘到地里就可以了 主要是把那个梗留下来 好像一直能吃到11月份 但是呢 我也试过想要这些地瓜叶过冬 我曾经呢 就是留着这些地瓜叶 然后呢 或者是留着那个地瓜在地里埋着 看看第二年是不是能够像那个扶手瓜一样 可以过冬 但是我发现都不都什么什么什么办法都不行 地瓜叶地瓜那个埋的地瓜里边就是地瓜它都烂了 然后呢 地瓜梗它也那个也都那个也都冻死了 所以说好像这个地瓜是不能过冬的一样 所以说必须每年重新种 而且呢 我也发现就是说 在咱们这个湾区这个地方 你是好像要想用地瓜去发地瓜叶 这个比较难 就是说因为这个气温不够那么热 如果在很热的地方 你家里吃剩的地瓜 你放着放着它们自己都会长牙 然后你拿出来埋到地里就可以了 在咱们这个湾区这个地方好像气温不够 所以说你要想用地瓜发地瓜叶这个比较难 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地瓜蜂 然后来来栽地瓜蜂 栽地瓜蜂这个是方法是最好的 栽完把它们栽到里边以后呢 当然就是浇透水 把水浇透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希望我们今天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也都希望大家能够尽早地吃上自己栽的地瓜叶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你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 谢谢 拜拜 拜拜